记者许一群,台北报道2018年首度入围电视金钟奖的 《风神无双》将迈入第十个年头,看似轻的地小品搞笑 喜剧,其实拍摄过程的难度超出一般人的想象,短剧的拍 摄,比起谈话性节目动辄一天录四、五集,短剧一天只能 录两集,拍摄时间长,光是找来宾就令制作单位相当苦恼 《风神无双》去年首度入围金钟奖,图,摄影中心 相信忠实观众都不难发现,《风神》从开播以来培育过 许多新人,也有不少在此吸收过养分的艺人,如今在各界 都有很好的发展,在说到喜剧演员的演技,却经常被大家 忽略,粉丝团不时可看到网友留言,谢谢《风神无双》 带给我笑容,一句就足以证明这些喜剧咖的社会责任不 容被忽视,许孝顺在节目中扮演著灵魂人物,图,摄影中心《风神无双》 与台湾多数节目一样,制作经费并不充裕甚至更少 为了省经费,没有咖啡机,影印机 他们就用保力龙版做,难怪时常让制作单位自嘲都快 可以开止扎电了,工作人员十项全能,具备搭景的技能 也只是必须,观众或许没机会见到,同人在录影后在棚内 对成一片的画面,《风神》开播以来培育过相当多的新 人,图,记者即相如设制作人毛哥记忆由心地说,许 孝顺有次录影痛风发作,痛到掉眼泪,还是硬撑到录完才 去挂急诊,山珠有次突然眼睛一片黑,嘴唇发白,去挂完 急诊回来后继续上工,阿虎曾指,过敏,头肿得根,归一 样也照常录影,制作人说,这是为了什么,不就是一种 热情,永远要站在舞台上给大家欢笑,许孝顺曾痛风 痛到哭,但仍坚持录影完才就医,图,记者即相如设 许多人会担心自己短剧演不了,背不了台词,但想演,爱 演的人也是络绎不绝,大陆有欢乐喜剧人与笑傲将 五,韩国有寻笑人,搞笑演唱会,而风神 则是少数在台湾能表演喜剧的舞台,这样的独特性也 是制作单位不愿意放弃的原因之一